英雄联盟 看了一下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们就从小开始就开始一起玩这个游戏 然后忽然有一个巧合吧 然后我们这边和躲完 大家都是想做一部这样的片子 然后我们正好心里有很多灵感很多想法 然后就那时候开始慢慢开始这部片子的制作 然后我们总是想这些英雄能够负名自己 然后我们想如果能够像魔兜世界一样 我们能够做出一部好的这个动画片 让大家能够分享我们自己的快乐 分享我们的这种喜悦 因为我们喜欢这个游戏并且正在玩这个游戏 所以在我们所能做的情况下 愿意为这个游戏给我们自己或者给观众留下一点记忆 觉得这个游戏挺酷的挺有意思 然后你们的英雄也挺带感 然后你想要不要我们也做一个这样的动画片 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其实 和大家一起 一起讨论剧本的时候其实挺有趣的 那时候我们的制作总监 然后总监制 包括我们制作主人 然后在一个小环节里面 把我们的剧本一起探讨 一起讨论 然后会有很多笑点 在那时候的同时感生出来 然后一集 每一集就会写得非常有趣 我记得第七集的时候 我也感觉过片子 刘怀他们三个人做了一个通宵 当时我来上班的时候发现 他们通宵之后把那个片子给我 然后最后配这个真正 然后准备其他的东西 就是觉得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 在做这些事情 那肯定是动作捕捉 动作捕捉的拍摄是最有乐趣的事情 这个各种奇葩动作 各种奇葩事情 这我觉得难忘的是非常多 因为拉拉拉格马西亚是得的比较 欢乐的路线嘛 所以我们在 不管是讨论剧情啊 或者是说制作一些过程中 我们自己经常会 互相搞笑 或者说一些比较笑话 来触发自己的一些灵感 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 包括我们配音人呀 或者制作人呀 策划人呀 我们都会为了触发自己的灵感吧 然后互相 互相发生一些故事吧 所以我觉得整个制作过程 就应该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事情 这是一件事 最让我感受的一条评论是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虽然看不懂他说的是什么 但是我们每个周五都会过来等他发布 是这样的一个评论 然后被等了 被挺了很多很多 这是让我最感到的一件事情 我知道 其实最开始是有 是有那种主线的 不过 我们在制作过程中 会发现很多问题 有很多可能是不合理的 或者说 不够不够有趣 然后我们会 每一集每一集都会重新 重新调整 然后大家都会 出谋划测吧 但集体都会 没认为自己的有趣的地方 和故事 然后把这些 总结起来再重新编排 然后逐渐是有的 不过我们每一集每一集都会分开 第一集吧 第一集的话 我们最开始还是没有想那么多 我只是想 把一个这个 玩家之间 最经常出现的事情 就是一般大家都说 常中餐机有这个事情 我们先做了 然后后面 觉得这个 还是需要 更加故事性一点 然后我们慢慢的做故事 那么英雄的话 我们会切合每个英雄的 各种自己的技能 把它切合到我们的故事性里面去 所以 也算是 一步一步的来吧 嗯 首先 我们做任何一个故事的话 首先大干是需要的 大干就是说 我们最初设定的 目标 和一些剧情吧 但是 任何事情 也不能一开始 就把它给开始了 在我们之后的制作过程中 有时候会吸收 一些观众的意见 包括我们自己 一些突发的灵感等等 事实上 虽然大干是不定的 但是 那些剧情 和细节 是 永远都在改变的 所以有时候 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也是 去做 那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吧 嗯 我们这个剧本 开始只是有一个大干 也就是说只有一个主线 其实中间的很多的步骤 都是一步一步 来进行 我们把 我们平时在游戏里面的很多的 这种 游戏生活 游戏快乐 然后 穿插在这个剧本里面 比如说 草虫三级 或者 这个 刀锋战士 就是他们的 技能的特色 以及 能够给我们的片子 带来怎样的 有趣的内容 我们把它 一步一步的 把这剧给了 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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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的 当我一般喜欢打上战人数所的打野 上战的话就比较喜欢一些众口味的 我说的蓝拖 还有蓝人之类的上战 打野的话就喜欢蒙拖 老鼠 整个英雄里面我最喜欢蛮什么 现在要是来个虾子喝 因为那种狂猪子 最初玩英雄联盟的时候可能是莫格兰娜 当然那时候因为也不了解什么ADC APC辅助之类的 那时候觉得莫格兰娜就是一个法师吧 然后把他当作一个法师在用 也感觉挺难 到后面慢慢的技术也算是稍微接近正常人 以后发现其实当一个辅助挺难的 所以到后面会比较喜欢内服独刀的攻击字啊 这些突进型的英雄可能大多数 男性玩家都会喜欢这种比较有快感啊 或者有爆发率的一些英雄吧 我最喜欢的是廷某 廷某虽然是很多次的 总之每天要是很多次的 他很喜欢玩一个比较萌的这种 该人是德马希尔之力 能够了他那门再说 想那时候我们最开始做动作补夺的时候 其实都挺开路目击的 不太就动作也做不太开 然后当时有一个我们的做部落的动作员 他就喜欢老师们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所以我们在第一几年也会经常看到他们坐立观在里摇晃 后面我们就慢慢熟悉这个流程以后 后面坐起来会比较顺手一点 然后动作看起来也会专业一点 稍微专一点 空间比较小 动作少的不是很开这个东西 就是容易导致出镜 就导致动作补夺不是很好 就有点需要修正 这个比较上次比较麻烦的问题 但是动作我喜欢这一套 最有气的事情 最有气的事情应该就是关于笑场吧 有时候因为动作嘛 大家都知道每个人动作都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那种习惯啊 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捕捉不同的人 也许为了那些习惯动作不太一样的话 我们会换人换人上 因为我们没有专业的演员 所以很多那种表演我们都是靠自己 包括导演也上证啊 制作也上证啊 就各种各样的人员如果有需要都需要上证 但因为不是专业的演员吧 也许都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所以会经常有时候在导演的指导下做一些动作会很容易就下场了 事实上可能对于演员来说是很简单嘛 对我们来说因为比较新奇嘛 所以会觉得非常好笑之类的 他们在动画普逐的过程中就很有趣的事情啊 就是经常出现大家错话的行为 就是说因为某一个角色嘛 固定是某一个人去配他的固定动作 所以他有些很多的习惯就会 这两个角色很来通 结果回来的时候不断的要要反复啊 不断的要反复 所以其实拍摄的 捕捉是一个很快乐很有趣的事情 但因为我们场地和这个设备有限啊 就我们那种大幅度的那种动作 比较比较弹完成 我们其实建了一个配音的群 然后我们还在YY上面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专门的频道 去教育每一集 每一集配音的需求和想法 然后大家经常会对齐啊 然后在一起讨论这位角色 应该是怎么去表现这句台词 其实反而不不也会修了很多次的来 在这方面我想夸解一下我的配音团队 他们确实是非常的强大 因为很多东西吧 并不是剧本里面一开始有的 就像什么第二集的时候 那个王子在说话的时候 什么那个大尾巴抖锋拿的 有时候都是他们根据自己的灵感 就是随随便想对吧 有时候并不是我们固定好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配音团队 真的是一个非常强的配音团队 所以要感谢他们 片子其实我们给配音的时候 是有一个草案的 就是说已经做了一个草图了 就是说小样的 没有这两天吧 其实他们还是没看到片子 只是说没有炫耗 就是说大概的细节剧情 他们还是知道的 就是我们在给配音的时候 会首先给他们一个草版 就是这种没经过炫耗 就他们知道这个动画里面 这些人物是怎样的一个场景 他要表达一个怎样的内容 其实我们的配音团队 我觉得是很强大的 他们经常会往里面加害事 加相反 比如说一些尖叫 一些大豆的声音 就是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这种 理解 然后把它加进去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结果 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它给我们 一次展示自己 展示自己的机会 我们以前做的一些 挺正片的 然后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也能做轻松幽默的 搞笑剧情 然后后来我们制作过 我们都是发现 其实在这方面 我们也是挺上场的 我们不会落后于其他的团队 但我们的动画 从联盟勇士进一步提升的质量 和不论是剧本和画面 还有动作 都有进一步的提升 将来对哥们 后面的新的动画片 应该有更好的效果 铺垫 对我们的意义 就像我们开始说过 最初的意义 也许是一个留恋吧 但是现在 在后面 发现有这么多 玩家 观众喜欢以后 我觉得更多的是 一种认可吧 对于我们做这些事情的认可 我觉得这对我们是最重要的 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 我们得到了玩家的认可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意义 我们的班一现在是由 那个在 在国外的留学生来完成的 然后 其实沟通上比较困难了 因为 嗯 我们会 没有打电话 然后 词差也不一样 有时候 剧本出来都晚一点 有找不到人 就到处在找这个 在找那个 等等之类的 是比较痛苦的一件事 啊 第二集里面 我们可能 在 这个 德马西亚三季有这个 故事和主线上面 会进行一些 一些延展过程 但是主要主要的角色的人物 可能会变 变化 就 第十集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到 啊 里面有一些 啊 新的 英雄 会出现 当然 我们跟大家一样 啊 非常期待 第二集的 当然 也如同我之前所说的 我们 剧本 并不是一成不变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就像 就像 最后一则结尾所说的 其实 盖伦的故事呢 可能我们一起讲的差不多 当然不代表 我不会讲到它了 而是 也许下一集的话 我们会 是 另外一个 视角 来讲一个故事 其实也就是另外一个主角 至于这个主角是谁 我相信 也许有些人已经猜到了 呃 主线 我们是有 呃 去烧炼多 也不太好 但是 可以说一个 内涵一点的 就是说国产英雄费要出场 我们做这部片子 我们希望给玩家 带来的最多的 应该是快乐 长久以来 我觉得应该就是欢乐和一些感动吧 呃 我觉得就是带了乐趣啊 然后欢乐 然后觉得这部游戏 以 和动画的切入点是更加有意思 非常人气的内容 从孙悟空交入进来 然后 然后 然后最近 最近孙悟空的背景故事里面已经谈到了 他是 一个分身 然后他是剑圣的徒弟 然后我们可能会在第二季 以孙悟空和建盛两个人的 关系 以及一些故事来展开第二季的剧情吧 好 谢谢 OK